各位早晨,今天是2月15日 先和大家看看整體外圍的情況 看看有什麼值得大家關注 隔晚美股做得比較差 不過美股收穫不少失利 其實在中午的時候都是走得比較差 如果看幾個指數,收市都是一般的 標普500指數跌0.3% 但NASDAQ可以持平 早段升幅,但到中午的時候整體市況都變差 DOW Jones跌了0.5% 其實主要都是擔心地緣政治局勢的情況 如果你看到外圍的情況 除了地緣政治,我覺得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油價 油價其實都升到2014年以來的高位 另外,有些中國的汽車數據 其實當中有Tesla的數據 這個都會影響Tesla的走勢 從而會影響整體大市的走勢 當然地緣政治局勢是值得關注的 我們用圖表去看看整體市況 首先看標普500指數 標普500指數 對上一天都已經失守了200天線 都被視為一個牛熊分界線的情況 這個位置當然,你說看一月底的時候 失守了,其實也是可以幾個間月日上升 屬於一個比較中長線的指標 所以我想也是要審視一下 在後市的時候,可不可以爬上去 其實昨天的狀況不是太差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長腳,下影線比較長一點 反映市場是有一些購買力的 尤其是標普500指數,其實很多股份 始終是有數計,有基本因素,有股值可言 其實後向暫時來說,不是十分悲觀 但整個形態其實是不漂亮的 因為一月底,抽上來這一次,第一是一個雙頂 去到二月,第二呢,也形成了一個後抽 因為我們不能升出項線 那後向呢,其實是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有些美股瘡太過重瘡的位置 高槓桿的話,要減一下 或者是適量做一些淡瘡的部署 好,我想比較關注的是那個油格 這個是月線圖,紐約旗有月線圖 升到2014年以來的高位,看看圖表 2014年以來的位置 其實看回油價,來到這些位置 大家都不期間擔心通脹的問題 一來通脹,二來其實在美國 其實他們出入,其實都很靠一個 入油,靠汽車的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會令到大家出街的意欲 不是那麼高或者減低 或者是,這個也是間接地推高了一個工資 因為你需要一個更高的人工 才可以吸引到他們去上班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影響到企業的盈利 從而就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 這個是通脹現在的通脹,所以面對的狀況 但是呢,我們先看看數據 除此之外,對消費市道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這就是彭博做出來的一個圖表 你看到消費者的情緒 其實已經跌到2011年10月以來最低的位置 61.7 下面的圖表就是 一個消費者 他們會預計將來的整體的金融市場會不會比較差 其實你看到的信心是越來越差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於油價也會有一個 互相關聯性的作用 原因就是 你想一下大家不願意去出街,不願意去消費 以及入油的開支就佔了他們的支出就多了 這個影響了他們消費者的情緒 另一個圖表值得關注的 就是那個平均時薪的按聯變幅 這個其實是比較長的一個scale 最新的數字其實是5.7,市場預期5.2 這個按聯是增幅 你看到是2011年中以來,那個增幅相當之巨大 現在已經去到接近6的水平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也是間接或者直接推高了通脹 但是問題就是 一些聯儲局以至其他央行 他們可不可以有效地應對 央行取貸比較溫和一點 說明其實會一個循序漸進式的加息 但是美聯儲越來越多的一些鷹派官員 最新有聖路易斯銀行行長 也是其中一個儲局的官員 其實他提到7月前加息100基點的立場 暫時來說都沒有變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對於一些資金面 其實也會有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你可以想像到 我們之前都說過 你在一個港股市場 其實你很靠資金去推翻指數上 或者推翻整體股市上去 但是問題是 現在美國在玩收水 美國在做一個很急進的加息 而中國其實也沒有一個條件去跟 而反之就是中國要走一個寬鬆的路線 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令到資金流走 這個對港股來說是相對不利的情況 這個我們要繼續觀察 以及港股也要小心一點 另一件事就是 正如我所說 你不斷加息 你是不是可以有效地應對通脹呢 加息是可以令到過熱的經濟稍微降溫 但是現在通脹的問題 你來自油價 來自工資 來自一個供應鏈的斷裂的問題 但是這些都不是加息可以直接應對到的 所以接下來的經濟環境會比較具挑戰性 這方面 我想大家其實都要小心一點 始終接下來不是一個 一泛風順的一個投資市場的狀況 這方面都要留意著 好 那今天的分享 我想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星期四再跟大家聊過